大家好,我叫諾貝爾 那我目前是一名退役的體操選手 也是國立體育大學的博士生 我的專長是運動生理學還有訓練學 那同時也是一名咖啡廳的老闆 也就是因為這樣 在事業還有學業蠟燭兩頭燒的情況下 我變得肥胖無比變得超級胖 甚至有高血壓的情形產生 所以我決定呢 將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應用在自己身上 在未來的12週內 我必須將我自己的體能還有體態水準 恢復到接近之前進去運動員的一個水準 在坊間常見的減肥方式中 往往會忽略到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階段性的劃分 第二個是週期化的訓練 而第三個也就是最重要的 身體指標的監控還有訓練效果的評估 OK 什麼是階段性的劃分 有一個常見的狀況就是說 當一般人我們想要開始執行他的減肥計畫的時候 都是直接以開始快速的跑酷啊 甚至是直接開始進行很重的肌肉肥大為目的的重量訓練 即使想要快速的燃燒熱量 可是這對身體的傷害其實是非常的大 當你的心臟肌肉甚至是你的恢復肌轉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 非常容易產生過度疲勞的症狀 心臟還有肌肉發炎會非常的嚴重 甚至有促使的危險 尤其是對於像我這樣已經有高血壓症狀的人 所以我在執行我這項計畫的時候 會將我的12週的週期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基礎耐力期為期四週 在這個四週內 我將會著重在循環式的力量耐力訓練模式 改善我整體的供養系統 這可以讓我的身體有足夠的恢復機制 可以應付下一階段的高強度訓練 而且不會發生危險 接下來的八週 我才會進入到正式的訓練 就是所謂的增肌燃脂期 在這個階段 我才會把我的重量訓練的強度拉高 變成所謂的肌肌大訓練 OK 第二個部分 我們來談談所謂的週期化的訓練 我們常常看到有一個狀況就是 有些人一份訓練計畫 用的超級久都沒有變 因為我看到有人一整年都是在執行 訓練相同強度 還有訓練組數相同的一份訓練計畫 或者是說一份訓練計畫 朝興令改 想到什麼練什麼 每個禮拜練的東西都不一樣 這樣其實你的人體 是沒有辦法產生適應的 依照生理指標的適應時間來看 心跳率產生適應的時間 應該以一天為單位 乳酸則是在一週內 或者是兩週你就可以產生適應 所以在這十二週內 我的每份訓練計畫都會是執行兩週 每兩週就會調整一次 我的訓練計畫內容 第三個部分 最重要的 身體指標監控 還有訓練效果的評估 不管是不是要減肥的人 我們一般人在進行運動的時候 往往不會觀察到自己的身體指標 而發生猝食的危險 目前最簡單還有最直接觀察的身體指標 就是我們的心跳率 當你在進行運動的時候 你的心跳率又達到 甚至超過你的最大負荷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又持續給他高強度運動 心肌就很容易有發炎的現象 輕微的話你的心臟會不舒服 頭暈胸悶 嚴重的話則會心肌梗塞促死 尤其是對於這種 像我這種已經有高血壓症狀 或者是其他病理性症狀的患者 所以我的目標希望在十二週之後 我的體脂肪可以降到接近十%左右 身體的體態明顯的是運動員的體態 心臟的功能也可以提升至 可以進行競技運動訓練的狀況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定期的拍攝訓練的狀況 還有內容 期待我十二週後的改變